三个中产党 上次我们讲的Elon Musk和马云 有一个世纪对谈 有四大题目 我们只是讲了两个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人工智能和上火星 今天我们会谈论上火星最离地 上火星一定是离地 因为违反地心吸力 但今次我们会由人工智能 衍生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说工作 其实这个话题 很多科幻小说会提到 当很多自动化 很多科技可以取代人类的职业 究竟将来还有没有工作的存在 这个讨论是几百年 你由工业革命之后 就说有工厂的话 那些人没有工做 机器有机器之后取代人 或者大家记得有一套 电影《朱古力 Timberland Park》 又是讲里面有个人 Charlie's Chocolate Factory 又是讲里面有个人 因为他的爷爷 因为这样没有了法工 其实已经讲了很久了 但我们看历史就没有发生到 也就是发生了 可能短暂有一群人是惨的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长期时就会有新的工种出现 但是AI人工智能就说 开始人说不是 他太像人了 像人就是我们智力那样东西 像我们就比我们更聪明 就变成了可能担心人是没工作了 那他做的时候 马云在那个讨论里面 就说其实他觉得是好事来的 这个东西 应该每人 他说平均 每人就说一个星期可能是回三日工 一天可能做四个小时的东西 他说这个很理想的 其他那些时间我们就可以探索一下自己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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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性一点的东西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你的说法就是这样 OK 因为是非常之虚强 第一 应该首先就是讲零性的事情 这个事实际上 会探索零性的人 大概只是 可能占这个社会的十几个百分比 或者可能更少 他不会因为有时间做这件事 有时间就是大家去追女儿 喝酒 劈啊 走啊 看啊 播剧啊 就是 会探索零性的 是占社会是永远有的 是社会一个很少的 就不是说说 因为那些人太过瘟疫 所以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 是根本那些人 就算你给了很多时间他 他也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没错 大家很明连 这个很明连 大家看 我不需要作特别的解释 第二 如果平均每个人 都是做三个小时就足够的 那结果会怎样呢 那结果其实呢 就会是有一些人 会做了三十个小时 譬如我好像很贪钱 做三十个小时 有十倍人工 如果平均每个人 就不做了 是不是说 本来是什么 可能赚少 现在事实上已经是这样的 但你所说的 究竟是 取向的问题 还是能力的问题呢 因为能力的问题 就好像医生那样的 医生永远不会 他一条 大部分都不是他一条 我做几个小时 因为他有一群人就很聪明 他才做到 但那群人就做很长工事 有些人可能就不够他 那就是没东西 你去加拿大 加拿大规定医生 就是做多久 每个人都有空 你就会遇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永远你无论是什么状况之下 你一定有些人是愿意做几份工的 如果你平均工时 去到这么低的时候 除非你硬性规定 不准他做 是的 你不准他做 最高工时 是的 最高工时的意思 就是说那份工就做了 如果不是你得到 是的 一定会有人是很愿意做多好多的小时 所以不会是人人做三个小时 现在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差不多已经是接近极限 你再少些的话 就会有 其实现在的原因 还有很多人做几份工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会做几份工 我记得历史上 刚才讲到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些启示 Henry律属的历史可能知道多少少 就是当年 西方立法 不准同工好 又或者是要几十岁以上做事 留工法 留工法 或者是女孩子 等等 但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 不是说阴谋论的 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解释 就是说因为大人不够工做 所以就说 美其明就说保护一些妇孕 不让他做 但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他有了这些技术之后 就是有了新的科技之后 不需要那么多工时了 那去哪个开刀呢 哪些人不让他做工呢 就让那些年轻人说 你很危险的 你怎么不懂的 所以就不让他们上班 你觉得这个发生了某一段时间 出现了 如果将来人工智能 真是令到可能有20年30年的时间 转接是有些人不够工做的时候 会有什么政府的规管去令到 政治可以稳定得到 又不会那么多人会上街暴动 又或者是安宁到社会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说不让同工做 我觉得某程度上 因为同工的工作效率很低 当然就是出出于人类的同情心 人类道德的力量是很强的 你对于弱小的小朋友 未成年的小朋友 你很容易可以作出很多很惨的故事 说什么是用手继续 双成记上的全部都是说的 小朋友是这样 女性我觉得是比较公利式的 因为你去到二次大战 其实努工快递回转 鼓励那些女性出来 那时候不够人 对呀 你人多的就是叫你一些妇女可以出来 等于我说日本 战后有很多法案就是 保障家庭主婦 现在他又鼓励家庭主婦出来就业 其实是会有个考虑 但我觉得小孩子和女子分分不同 但你问我总体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会有越来越少公市 我觉得我同意周显大师说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optim 再少的原因 不会再少的原因 我又不是觉得 因为那些人会做多几份工 不会再少的原因 是老板觉得 喂你还有时间证 因为现在我们说八个钟头 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日常作息 去砌出来的 就是我们觉得 如果你做超过八个钟头 可能开始会影响你的生理 或者你的健康状况 某程度上都是一种功利考虑 不是因为他想你过更好的生活 而是你影响你的身体 你会影响到劳动力 但再少是不会令你的身体更加健康 于是就是会压你做多些东西 那就不会是减你的工时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三个钟头 如果我是一个月劳工 我在这些角度我是很阻架的问题 就是资本家当然要剥削你的剩余价值 你有剩余的时间 我就把你做到尽为止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 Elon Musk和马云经常说的这件事 就是很乌托邦 其实在科幻小小时有两条线 一个就是乌托邦 就是人类科技越来越好 所以他们做的越来越少 改善他们的生活 另一条线我们叫Cyberpunk Cyberpunk的意思就是 是科技很进步 但只是益有钱人 我干嘛要让一些穷人 做少些东西 享受好些福利 穷人是介乎于死与不死之间 就是最平仅刷 to seine目的 因为我素以这hu 亦是取得还可以赚得最多的钱 将来社会发展应该是这个方向 就不会说我们越来越做得少 因为生活改善 应该是有帮人wide 做得PK,越來越慘 在AI之前,在工業自動化已經有人提及 現在我們講的工作是M型化 M型化的意思就是高技術勞工 賺很多錢,越來越舒服 但大多數是做人手性的服務業 因為服務業,你用AI也好 用技能也好,成本也好 因為很多東西你用人腦去做 是比電腦更方便 但因為他做的事,例如適應 做很多濕性的工作 工種就是人工很低 只會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有些少數的聰明人 或者資產階級 他們會越來越舒服 但你講的是幾百%的人口 最多的人口就是越來越辛苦 做的事是很活天的 因為你越來越多創作的人 可以讓AI創造 創造一些機械人都嫌浪費氣的工作 就是很多零碎的 可能要用人腦是方便用電腦做的事 我不認為你說的兩件事是互相矛盾的 即是這兩件事的人覺得越來越舒服 譬如現在做過丹黎 因為很多機械化的工作 他都是舒服的 但他只是活天了 他可能越來越活天 而不是越來越舒服 人們越來越好和越來越壞 這兩件事是並不互相違背的 是可以同時發生的 即是某些情況越來越好 又某些情況越來越壞 而你講的是那些能否取代到的東西 那些工種 是視乎AI究竟先進到什麼地步 即是可能你AI的時候 即是可以很簡單 那做雞可否可以AI代替 可能有些東西 即是有些東西 究竟AI去到什麼地步來代替什麼工種 其實現在AI已經代替了做雞的工種 有些人說 我在家看鹹片 好 出街找女生 那些人說 那些女人去看鹹片 已經接近等於拍拖 所謂這麼多副女生 即是有些東西 真的可以在某方面採代到 即是譬如你說做試驗 即是如果AI的先進程度 是可以真的可以互相溝通 那他是不是做事 其實海底洞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另外補充一點就是 Elon Musk和馬雲有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馬雲經常覺得有了AI 可能就是有些工會沒有了 但是Elon Musk 我之前講過 就是他一開始不太想投入去做AI 因為他覺得有一個風險在 對我們人類文明是有一個威脅的 但是他既然有人都做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不做了 就是怕被一些差別人做 不如被一些厲害的人做 就是希望可以保障 可以保障得到他的方向是發展正確 他就說 那個方向就是 我們其實可以用AI來配合人 即是是輔助人 即是我們拿重東西的話 可以用機器幫忙一起拿 想東西不夠快 或者學一些東西的時候 很浪費時間的話 就放進去裡面 就是變成人做人還是怎樣 就是有一個是合起來 發揮一個更好的東西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剛才你說到有些很低技術 可能他沒有一些 即是有幾個職者高 或者很厲害的人 如果有這件事的話 會不會幫得到 拉近一點點 不是說 只是一小撮人 因為一小撮人的話 就真的要講 現在開始很多人討論 就是需要基本收入 讓很多財富再分配 才可以令社會穩定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再極端一點 有一件事 有一個AI 很傳統的 可以做人類所有做的事 那樣的AI 是幾千年前之後的 就知道有一堆奴隸 大家一堆奴隸 現在不是被送搬 還是大家做完 你可以知道 假如很多奴隸 而奴隸是不會造反的話 假如是不會造反的話 基本上他可以做完所有的工作 那些人可以很致意性地辯論 當然我們只會是 雅典人很致意性地辯論 我對可能有些很蠢的 就是去喝酒 去看劇 那些我們不太懂得 科幻片 就是他們會叛亂 教我們人類 真實也是 所以以前的AI 就是他的AI 總之要想我這麼遠 就是你經常都覺得 那些科技會幫助人 我是發明科技的老闆 我為何要找那些東西幫你 那些人經常在癡心 這就是馬克思的想法 生產力無限大之後 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烏托邦 因為我們不會再有困難 我們讀過《蕭經》就知道 永遠都有困難 是的 我可以幫助全人類 我為何要幫你 所以最後這班人 你不要以為有AI之後 你就不需要做事 工作取代了 你是會做事 但你是會做些更加慘的事 這才是一個 最符合人類文明邏輯的現實 好 這一節就到這裡